前天昨天和今天连续三天,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连发三条福宝的生活视频,公布这几天福宝的状态,镜头里福宝或是背对着我们,吃着竹子,或是在外场展现杂技本领,或是在享受奶爸的马杀鸡服务。 福宝本熊在神树瓶基地正常生活,精神状态良好,他完全不知道,在他出生的地方韩国,正在传播着他在中国遭受虐待的传言,中国大使馆的门外,有人在组织活动,要求把福宝归还韩国。 福宝在中国生活得好好的,怎么在韩国人那里变成了,正在被虐待呢?这是一起由韩国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,编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。 福宝是世界级的明星,他是旅韩大熊猫袁欣和华妮,在韩国生下的第一个孩子。 2020年,福宝出生以后,因为可爱,以及和妈妈华妮,饲养员江颂两位爷爷的互动,受到欢迎,是全世界猫粉们都无比喜欢的小熊。 今年的4月4日,三岁多的福宝,按照合同和规定,回到自己的祖国。 按照中国熊猫旅居海外的规定以及协议,在海外出生的熊猫宝宝当然也还是中国的,所有幼崽都在成年之前回到祖国。 然而,福宝踏上回国之路的第一天,韩国最大的报纸《中央日报》就看发出了一篇文章,标题是《福宝抵达中国》,引发它被如何对待的担忧。 熊猫族族辈辈生活在中国,无论是饮食,还是气候,都是物种自然选择的最佳地点。 任何海归熊猫回到中国,只有比在国外生活得更舒服。 福宝回国,韩国媒体反而还担忧起来了。 韩国《中央日报》的这篇文章,抓住了两点来质疑中国。 第一个是,福宝回国转运时,有人用手指伸进运送福宝箱子的通气孔,摸了福宝,韩国方面指责,这是不戴手套接触熊猫。 第二点,韩国媒体说,福宝顺利抵达后,有记者拍照时开启了闪光灯。 韩国人的质疑传播开之后,也有很多中国的粉丝认同他们的观点,所以在福宝回来那天,喜悦的氛围里就夹杂了不同的声音。 对此,大熊猫研究中心特意做了解释,他们说,透过气孔触摸福宝的,是专业兽医,在触摸前,手已经削过毒。 兽医用手接触来检查福宝的体温情况,是必要措施之一。 至于闪光灯,是因为要记录福宝抵达的全过程,光线无法满足。 然而,这两点回复,没有被韩国人接受,韩国依然出现了声讨中国熊猫机构的浪潮。 韩国网友忘记了自己对福宝的商业开发,他们留言说,为福宝感到难过,因为它在中国会变得像商品一样。 如果说福宝刚回国的报道还只是小打小闹的话,福宝隔离一个月结束之后,出现的脱毛疑问,则直接导致了虐待福宝谣言的诞生。 福宝隔离期间,中心每天录制福宝的视频,集中之后,每一周发布一次。 福宝的状态更新,都是以吃播为主,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新鲜竹笋和苹果,网上因此也出现了一些热门梗,例如福宝回国后,才知道原来家里有矿。 然而在韩国的媒体上,关于福宝的内容却是另一番景象。 福宝隔离一个月之后,更换了居住地点,准备在新地点适应后,逐步做展出的准备。 但是中心还没有更新消息,就有福宝的照片流出,这些照片也表明是偷偷拍到的,照片被标签和解读为福宝的居住环境差,像猪圈一样,而且,福宝的额头中间有一个凹洞,颈部也有一部分明显的脱毛。 韩国媒体根据这几张照片,写出了新闻报道,韩国KBS电视台怀疑,福宝生活条件恶劣,得不到照顾。 福宝脖子周围的脱毛,可能是因为被套上了皮带项圈,被磨,被勒出来的印子。 在其他的一些报道和评论里,有人说福宝颈部的脱毛是被铁链拴住脖子留下的印子,还有人说福宝头顶上的这个漩涡是抽脑脊髓留下的洞。 在这些报道的渲染下,韩国人开始行动起来,要拯救福宝。 5月28日,一辆带广告大屏的卡车,屏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门前,卡车的大屏上写着,拯救福宝,归还福宝。 韩国的论坛上,也掀起了各种抵制和抗议活动。 有人留言说,中国方面不给个说法,我们绝不去中国看福宝。 还有人到国际请愿网站上,写了一封请愿信,言之凿凿称,这不仅仅是福宝一只熊猫的问题,而是以小见大,为所有在中国受虐待的动物鸣不平。 这就是被韩国人说成正在遭受虐待的,要被拯救的福宝,在今天的画面。 谣言喧嚣沉上,几天来,身处舆论漩涡中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,坚持以事实说话,每天发布福宝的视频。 但是这些刚刚发出的视频,也被韩国粉丝鉴定为老视频,不是现在的。 对于福宝颈部的这块脱毛,中心表示,对福宝进行了检测,确定不是皮肤病和感染。 对大熊猫来说,脱毛是常见状况,季节交替,真菌感染,都会造成脱毛,只要不是病理性的,很快就会自然长回来。 这几天的新视频里,饲养员给福宝按摩时,福宝脱毛的部位已经有所好转,但是这些解释,韩国人一概都不相信。 至于头顶上这个洞,饲养员也专门做了解释。 它的出现是和进龙训练有关系,在放转育龙到它,居然是里面去之前是没有的。 放笼子进去之后,它被笼子特别好奇,笼子放进去的时候,白天,它的额头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 第二天的时候,就开始出现,刚开始的事不是很明显的,第三天的时候,就是现在看着笼子。 但是,什么样的解释,都改变不了阴谋论者的言论。 近距离的镜头之下,它们不好再说是抽脑挤髓的洞,于是又坚持说,这是因为福宝被迫睡在有尖刺的地方而造成的。 而所有的这些舆论,最后都归结到一点,要把福宝还给韩国。 原本熊猫租借交流,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,然而,一部分人的奇怪想法,竟把美好变成了一地鸡毛,衍生出强盗般的逻辑,和熊猫给我们所带来的真善美背道而驰。 拍胖道,全网最好看的熊猫故事。 拍胖道,会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胖道,会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胖道,会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